好 接着我们跟忽兰来聊聊 您是脱口秀演员 其实年初的时候还说 今天要做200场表演 现在也黄了吧 也黄了 没事没事 下半年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开始的 跟人工智能 你既作为程序员 又作为脱口秀演员 你对这个事是怎么来认识的 其实本质上来说 我之前也做过一部分人工智能 然后我真的是动过这个心思 我是想过说 是不是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去帮我写断 我真的是想过说 如果说我能把这个事跑出来 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是董长了 对 那别人我能写出 我今天就在家里面 用模型跑出来 各种各样的好笑段子 我爱干啥干啥 这也太轻松了 后来呢 我真是过 我是真是 我是真的是认真的用模型跑 然后为了这个机器 我搜集出来的好多好多笑话 段子乱去跑 最后跑不出来 这机器真能吐出一些段子来吗 他吐出来一些能像人话的东西 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是比如说你为给他一本三国演义 或者说水虎传 他那个可能因为根据词间剧或词评 就还能好一点 但是这个段子和段子之间 他出来的东西可能都不像是人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而且尤其像我们做创作这样子 你看好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写一条新闻是可以的 比如说一条篮球新闻我就大概描述说 今天谁在什么 你看起来大差不差 中间有些小错误你也能理解 但是你说让机器去帮你想个框架 小说的框架 或者说一个巧妙段子在这个地方 藏了一些东西到最后逗你一笑 目前是做不到的 就是我也放弃这个事 就是老老实实认真的自己来写 自己回家写 就是不想着要让机器来帮我干这个事 那么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体验和应用 其实我之前那个公司是在做教育的 就是跟教育相关的 不是金融吗 没有 我就是那个公司是做教育的 就是上一份工作其实是教育相关的 其实我们是想在教育场景里面和人工智能去相结合 就比如说上课的过程中 怎么去识别老师跟学生的注意力 然后他们的专注程度 包括他是不是有听懂 有的时候孩子听不懂的话 他是不好意思说的 他是不好意思说的 但是老师可能一直在专心的在去讲课 这可能向老师可能了解 就是孩子我不知道 然后回家妈妈一问说 我没听懂 很多时候这种情况 但是其实机器是有可能识别的 对 然后我们去通过捕捉这样的场景 去实时的通知老师 告诉老师说 这个地方可能你需要再重新再讲一下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用底层的技术 然后去辅助上层的应用 其实就是去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 是 就我们认为也这个关键 而且我们不会去做底层的这些技术 我们相信说有专门的去做底层技术的这些公司 肯定是会有更多的专家科学家来去做这样的 这些的捕捉啊等等 对 然后我们去想好我们的应用场景 然后用底层的技术去实现我们的应用场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目前大部分公司和一个方向所在一起 那么你的离职是因为后来没有成功公司倒闭了吗 差不多了 没有就中间公司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动 但也不是因为人工智能的问题 我们这人工智能大会 我们不能说是人工智能的过了 趋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趋势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人的问题 是人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现在是一名喜剧演员 我全职做喜剧前呢 也在IT行业工作 很多人不理解 说我为啥要转行做喜剧 做IT多风光 其实很多时候 IT就是表面还算风光 实际还行 心里很苦 而且我们经常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心 刚入行的时候 就害怕说 担心自己学不到东西 过了几年之后 又担心自己在公司的成长空间不够 又过些年又担心说 人到中年会不会被公司抛弃 再过段时间发现 还没等到被公司抛弃 公司自己可能要倒闭 但程序员好就好在 我们只会为自己感到焦虑 我们不制造焦虑 我们也不是焦虑的搬运工 只是为时不时的在上下班的路上 苦苦思考 说自己的前途到底该何去何从 但据我观察 爱为自己焦虑的人呢 运气都不会太差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也总想 我说五年之后我会在哪呢 我真的是想过 我有可能去阿里这样大公司 但真的没想到 是以这种身份 这种形式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还想过去各种论坛上面 大会去讲一讲 现在论坛找我 都说可不可以来我们这儿 来说段脱口秀 我说我也懂技术 他们说 但是我们还是想听你说脱口秀 但我感觉 就是人担心自己 变老是人类的共性 而且这种感觉 不是说到某一个特定年龄 就不是说到某一天 你说你过完生日 第二天 你说哎呦 自己变老了 不是的 如果真有这种感觉 就是蛋糕吃坏了 当我们感觉变老的方式 其实往往是身体上的感知 就是突然发现说 自己变老了 身体熬不能熬夜了 坐久了腰疼了 往往是这些时候 你意识到说 自己已经老了 我之前和一群 我前同事 程旋儿朋友在聊天 他们过往抱怨说 程旋儿这个行业 往上走越走越难 上面的位置都是 僧多粥少 我不愿意说 程旋儿头发的事情 但是看着他们 跟我抱怨 僧多粥少 我说粥少不少 我不知道僧多 我是真看出来了 而且我们常常说 收到身体信号感到危机 之前我有段时间特别忙 为了赶下 每天可能就只能睡 几个小时 有段早上我 起来之后 踩上我家那个智能秤 测出来身体年龄57岁 我看到57岁 我第一反应都不是惊讶和悲伤 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再干三年终于可以退休了 我们仔细想想说 为啥很多运动员 35岁该退役了 因为强度大 他们用了15年的时间 干了人家40年的活 程旋儿不也一样吗 也是用了15年的时间 干了40年的活 只是人家用了15年的时间 赚了40年的钱 开开心心地回家钓鱼 程旋儿用了15年的时间 赚了15年的钱 听着像废话一样 但这个就是事实 说过来我们还是要承认说 高龄马农在求职市场上 会受到一些隐形歧视 理由嘛 来回来去 无非就是年纪大 可能没有进取新 有孩子分散经历 你听听这是找人干活 还是找人二婚 但玩笑归玩笑 我们还是得承认市场 就是这样市场 你单一技术路线 确实是会遇到一些天花板 我在这里再怎么 花言巧语地为你鸣不平 找工作还是得自己去找 我不能替你去找 说那与其这样 就还不如顺应市场 自己早早去做转型 一或去做管理 一或做架构 有各种各样 我们一会就去聊一聊 程序员的中间转型的问题 我们常说技术方面 我们明面上知道说 前端 后端 细分的话 还有运维 DBA 每个工种 有每个工种的技术路线 和职业发展道路 还有每个工种 对自己未来特定的担忧 如何选择职业路线 并且适当地去处理中间危机 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技术专家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 我是霍兰 大家都说我是脱口秀界 最懂金融 金融界最后一说脱口秀 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好词 前两天 关注到一个理财的新方式 叫特别火 叫帮你投 大家都喊着我 往看看靠不靠谱 这不就被选成了首席体验官 和代表群众来拷问一下 他们传说中颜值 特别能打的CEO 皮特杖 颜值对吧 吊打的我笑演员 摁在地上打 一查才知道 说这个帮你投 是投资界的阿法狗 是蚂蚁集团和全球最大的公募资管机构 弯杆的一起打造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 这个弯杆在国外牛成什么样呢 简单点说就是他们经了几十年的牛熊式考验 连08年的金融危机给投资者的回报率还是依然稳健 看起来是强强联合 可是你们到底是服务大众的理财产品呢 还是新的韭菜收割金 皮特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我案例说这个基金投雇 什么大类资产配置 什么动态再平衡 其实不就是卖基金吗 对吧 赚着圈都卖基金 而且去年随便抓一只基金都能涨百分之五六十 我觉得没谁比我更懂赚钱 资产管理不就是什么一篮子基金掺和着买吗 为啥一定需要基金投雇呢 说起买基金啊 就是最近基金这个话题上热搜的次数 比我几年加起来次数还多 年后这波行情一来 很多年轻人说什么 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不是人没了钱还在 而是过了个年人还在钱没了 还有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跌了五成五 连我周围的这些编剧们也都没心思写段子了 天天盯大盘 我问他们说基金都咋挑的 他说跟你写段子也差不多 靠灵的 还有更绝的主要靠颜值 靠颜值 基金经理靠啥颜值 还有说什么年前 跟着某大神博主 种草了几十之鼓 最近天天喊拔草跟我诉鼓 就这么一看 如果说帮你投 能够让这些人不用天天面对盯着大盘的痛苦 好像还不错 对吧 作为一个慎重的人 我就拿出了巨款拔草和鞋 试试水 打开支付宝 点击帮几头 啥也没问我 没让天表 匹配出来了 我是一个全面进攻型选手 这是咋看出来的 这很厉害 全面进攻型 看了其他的 还有什么 稳中求胜型 攻守兼备型 这都不适合我 我就是进攻型选手 对吧 800块钱 巨款投进去了 对吧 就想想 是不是该有什么私人顾问联系我了 谁在帮我投 长啥样不知道 过了一阵子之后 做了次调仓 说什么文货股票 什么仓位下降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是不明觉历 心里没底 说机器人这还靠不靠谱 买了两周 打开一看 涨了十来块钱 那不错 放着吧 过了个年 再打开 发现收益直接付了 这不是帮我投 这帮我亏吗 三个月玩了个劲目 还收投顾费 好一次收吗 这不是收职场税吗 毕竟我也是个靠 社保支撑 脱口秀梦想的人 这不是让我 本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吗 既然我来当吐槽提问官 自己当外人 全面进攻一下 而且我没什么坏心眼 就是帮大家 拘搭机民 出出器 聊一聊 劝人一下 到底适合啥 适不适合 拆台就拆到这 希望帮你投的CEO Peter John 你跟我拱手兼卫一下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透小言霍兰 大家好 刚才我在下面看 还是挺长见识的 我颁了100多个金奖 感觉今天 咱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金奖拿回去 就感觉 那个金色的小狗 其实就是一个 伴手礼 就是 每个人都能捧一回 其实挺好的 今天特别开心 说能接到 金东京榜的邀请 然后我在我们那个节目 退众大会上面 其实是第三 按理来说 应该接受的是 金东同邦的邀请 对吧 不知道 金东京榜邀请我 还说这个金东京榜 慧眼失珠 找人非常正确 对吧 他们说也不是 因为前两名价格太贵 所以说 找到了你 对吧 然后他说 就以你这个价格 就大概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金东 双十二的大醋了 其实我这个跟金东 合作过很多次 我们真的 合作过很多次 然后 包括各种这个节目 啥之类的 而且你看我这个人 就是很多这种男性 你就能看出来 理工男 一看就是准准的 这个金东的用户 和符合他这个调性 对我来说 买东西就是怕麻烦 真的特别怕麻烦 就今年双十一 我还去网上 很多男生都一样 对吧 就今年双十一 我去网上 去搜那个双十一的攻略 然后搜完之后 在那边去看 教我怎么去买东西 我在那边学 学了一个多小时 学会了 然后崩溃了 他现在学的是去年的 很烦嘛 自己都嫌烦 而且呢 然后家里面 就在讲讲 我就跟大家讲讲 这个购物 各种遇到的事情 而且不知道 你们应该也是一样 就家里面还有这个 反正我妈经常 让我帮她算 她现在学会了购物 就会让我帮她去算 我之前在学校里面 是学精算的嘛 在我妈眼里 这就叫专业对口 就她又觉得 我说这不是一回事情 她说精算精算 不就是精打细算吗 对口来 快算就是这样 而且呢 你说我花了这么多钱 出国留学 最后全都用来 帮她算满检了 事儿也很荒谬 对吧 而且现在直播兴起了 不知道没有 一样的感受 就是各种各样的带货 就是会让你 对家里的老人 更加不放心 家里都有老人嘛 就家里老人 根本不放心 你不知道 她会下什么APP 去看什么直播间 反正我之前 有一次看我妈 在看直播 我凑过去一看 发现直播间人数一 就她自己 那个人就一对一的 在对着她骗 她买得很开心 然后我还 我还在问她 我就说的她还不服 我说妈 我说你就别要去当 被割的这个韭菜了 她就说啊 我觉得你就是 这个要欠销的苹果 这不服气吗 后来我真的还直播过 就我还跟其他的平台 直播过 就是带货 然后我和妈说 我说你就在我这买吧 就是至少来说 我能放心一点 我卖的东西 啥样我是知道的 然后她真的 她真的去我的直播间 去买 买完之后很开心 还在那边打评论 谢谢儿子 但其他的评论 不知道以为是什么 发奖口令 也发谢谢儿子 谢谢儿子 谢谢儿子 所有人都跟着我妈 一起在这边 谢谢儿子 这我妈很厉害 对吧 她不仅买 而且其实这种老人 其实还有这种 带货的天赋 她经常会跟一些 亲戚朋友去交流 老人可能都会 这种去交流的 就会让亲戚朋友们 跟她买 就跟她买 都不是指的是 跟着她买 而是说跟她买 指的是从她那买 这就非常厉害了 对吧 就是经常听说 这个买而优则卖 对吧 这个就非常羡慕她 所以说其实京东榜单 就特别适合 就是我在想 就特别适合 一种是我这种 就是这种男的 就是嫌麻烦的 还有一种 就是我妈这种 买不明白的 就是我在网上看 就刚才也在说 说这个京东榜单 是真实数据 包括这个各种 权威专家推荐 包括我之前自己 就是做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的 就以前就是家里长辈 比如说买东西 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要不贵 就是我们睁一只眼 闭一眼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但是如果有了榜单 完全闭着眼睛 对吧 也不会耽误他们 去花冤枉钱 而且还有就是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是一样 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嘛 就是很多时候 上京东 就是觉得特别的方便 就是这个什么都很快 物质也很快 然后所有的时间 都给你放在那儿 你各个物质 需要非常短的时间 有一个靠谱的榜单 其实省去了 你货比三家 货比一百家的时间 都是这样子 而且很权威 你看我之前 就是做这个大数据的 就是他的这个评选机制 之前说这个算法模型 推荐 其实都是公布给大家的 然后可能爸妈看不懂 但是他们相信儿子的选择 对吧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但大家就不要说 相信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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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其实 而且就经常我们说 这个不光是男生 不光是这个公司 就是我们经常去看 姑娘们也经常会说 互相去种草去比 就是我经常会看到说 姑娘们会看到一个东西 好像不错 然后但是谁都没买过 但是就是种草嘛 但是这个草就有毒 不能所有人都去试这个毒 就只能一个人先买来试试 但这个选择这个人呢 就经常被叫做神农 对吧 但没有榜单 这个神农经常被大家去试草 但下场也会很惨 对吧 也就是多次中毒 所以说有了榜单 可以避免很多这种 种草的时候 又中毒的这种情况 对吧 我之前其实我自己还买过 自己就是买过一次面膜 男生买面膜这个事情 其实你是不可能跟别人去交流的 因为你不好意思去说嘛 但是只能跟着感觉买 你从来也没买过 但是就是买回来之后 就是我脸大这个事情 我也认 但是买回来 那个面膜实在也太小 就是就盖东盖不了西 就一会盖会 就是你只能来回盖来盖去 才能让你的这个脸 才能润泽到 对吧 但是 而且啊 你就盖在一个地方之后 就特别像微信的那个 emove的那个表情一样 只能盖住一块 然后而且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面膜还掉伞 就盖完之后印堂还发黑 就非常非常的奇怪 而且经常我们就说 说这个久病成良医 所以说我们就发现说 也不能经常乱试 对吧 也不要相信 七七八八推荐 就是相信科学 对吧 我们做技术的 经常说要相信科学 相信数据 然后相信 相信算法的吧 所以说 刚才我们听下来说 京东京榜也就是科学 然后大数据的甄选 然后有各种专家的背书 然后还包括了各种 质检机构 国家级的这个商品 所以说呢 最后呢 还是很期望 很期待 作为透口秀演员 也很期待说 哪一天这个京东 出一个透口秀演员的 这么一个金榜排行榜 对吧 这样子我也就知道 这个事情准不准 对吧 我在第一它就准 对吧 不在第一次就不准 对吧 大概是这样的 到时候也可能 真的算是这个金榜提名 对吧 最后还是 希望大家 就是希望 就刚才我 其实我在下面 也在聊这个事情 对吧 也当然希望说 就因为京东在做一个 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在我看来 是非常非常费力 因为你既要 这个卖货 你同时要出 这个非常非常公正的榜单 然后当然也希望说 京东把这些事情做好 然后能方便大家去购物 然后也方便我们这种 这个不嫌麻烦的 购不好物的 然后要不断试错 种草的朋友们去购物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了 大家好 我是护兰 今天来过好年许愿局 聊聊过好年的愿望 很开心 因为毕竟去年的愿望 今年也实现的差不多 今年你让我再说啥愿望 我就不大想说 毕竟那大王的愿望 那能叫愿望吗 那叫命令啊 本大王要开始发令了 开玩笑 其实没人听我下令 这一年 这是大家挺不容易的 为了写稿 经常还得熬夜 搞得头发也特别油 很烦恼 但周围就还有一起 小狗的朋友 还会特别嘚瑟 说哥不是 是你不行 你看我熬夜 你这头发就不会油 我说你熬夜 头是不油 但是会掉啊 你这头发都快掉光了 它可不是不油啊 后来我就用海菲斯 你这样写稿 不用害怕 因为熬夜头发变油了 我就觉得用完之后的效果 周围人肯定惊讶 说你这头发这么清爽 这海菲斯是厉害啊 但是他们看过 只可以说 头发这么清爽 还散发着清香 肯定没好好写稿 快过年了嘛 还是得熬夜 除夕守岁嘛 往年一晚上不睡 到初一 头发上全是油 你怪不得家里 初一都不让开火了 这头发毅然啊 所以啊 今年回家 我肯定是要带海菲斯 作为年货的 帮家里人解决 头发出油的问题 都知道年货是 头等大事 今年头等到了 最大的事 那就是用海菲斯了 12月28日 宝洁京东超级品牌日 来京东搜索 夏丹海菲斯 和我一起用海菲斯 一起开个好头 过个清清爽爽的年 过好年 好一年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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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